男子骑机车跑到店家门口 把车一丢拔腿就往里面冲 但这距离没算好 他整个人撞上铁门 换个角度看 戴着安全帽的他 一屁股坐在地上又滑了进去 但他根本不是员工 也不是想上厕所 而是因为 请慢一点大哥 吸我一下 无形男子酒驾上路聚检盘查 在马路上狂飙在钻进小巷 警方鸣笛要他靠边停没想到 吸我一下 他先是假意配合 下一秒竟然催油门撞井开溜 事发在上个月底大白天 新北板桥上演警匪追逐 摩托车都停了 倒下去就冲进来了 当下我在里面我紧张死了 对那时候我在切东西 后来他警察抓了之后 我就赶快把铁门关下来 因为我怕他又有突发的状况 只是无形男子被逮后还不罢休 被警方从店里抓出来 他身体一扭站起身 以为能把远警甩开 警察连密鲁器都被打掉 最后一个大外哥 终于将人压制在地 有酒精成分嘛 然后就是可能就怕被抓 然后他说他还有案件 所以他可能会紧张吧 酒测值0.27 酒都还没退 就想侥幸骑车 妨害公务最佳一等 以为跑进店家 就可以躲避警方查棄 撞到铁门头肿了一大包 伤了自己恐怕也难逃 牢狱之灾 再来就王晨艺陈婷 辱姓的报道 我认为你还能够 我认为你还能够 如果我认为你还能够 那种目的事 就像我一样 那种目的事 我认为你不断